大家好,上一课我们已经了解了常用甚至表达实实力 这一课我们已经了解这个数据库车上层的这个概念 好,下面我们开始 首先,在通常情况下,当我们明确了这个需求以后 我们就可以根据它的这个需求来决定使用哪一种数据库,对吧 然后我们再开始我们的这个应用程序开发 项目完整以后,因为维护的成本过高或者是另外一些其他的原因 需要将程序从一种数据库迁移到另外一种数据库系统 如果应用程序与数据库交互的接口不具有通用性 那么一致的困难就会大很大 在众多的PHP照项中,很少讲到数据库抽象层 有的PHP开发者虽然做了几年开发工作 但私服也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 很多人并不理解数据抽象的这个照样性 我们在整个系统使用同一个数据对象实力 并且使用同一个较好的数据库抽象层 如果有一天用户需要把我们的数据库从ORINK切换成Mysircle 或者是从Mysircle切换成ORINK 那其实只需要简单的改变系统的配置文件即可 优秀的数据库抽象层会使我们使用数据库的 自动调整一些Circle性能 当没有使用数据库本身特定的特性时 就不必更改太多的数据库 但彼此使用方法相同 一般都类似对吧 它的发展无疑会提高开发效率 数据库抽象层的主要性能指标是它的速度 由于数据库抽象层是额外的代码层 因为面向不同的架构与体系 因此有的效率高 有的效率可能相对慢一些 来我们看一个 有有这个数据库抽象层跟没有这个数据 这个抽象层的这个区别 好我们看一个图例啊 我们首先看一个有的 看 假如我们这个系统里面 现在我们举了三个数据库系统 对吧 都是关系型数据库 然后我们对接了我们的这个数据库抽象层 然后再是链接 然后再是我们PQ代码实际调用 那 如果我这个系统要从 Sovo 换成Massoco 或者是从Massoco换成Oracle 或者是从Sovo直接换成Oracle 我只要在这个数据库抽象层改配置 那调用底层它不同的API 我们就能换过来 对吧 而我所有的这个PQ代码 包括数据库列结部分 这里面的这个方法 我完全不用动 而 假如我没有这个数据库抽象层 我们看一下 那我们看 我们的PQ代码直接列结了这个数据库 那这个时候 PQ代码 跟数据库是一个抢偶核 对吧 里面 这个代码里面要用到好多的这个 对应数据库系统 这个开放出来的这个API 那如果我需要切换这个数据库的话 那这个时候 成本非常大 风险也很高 所以 我们在这里看到 简简单单的一个数据库抽象层 其实是非常有必要的 方便了我以后的维护 当然 因为在这里有一层封装 对吧 这肯定有一层封装 那 有可能对性能稍微有一点点影响 但是相对来说 这一点点影响应该是可以忽略掉的 如果真的影响性能很大的话 我们也可以优化掉 好 这个我们就讲到这里了